我必须强调,台湾是中国领土,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,中方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插手台湾问题。 中国必须统一,也必然统一,中国实现完全统一,最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。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,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 中方在钓鱼岛海域开展巡航执法活动,是行使本国固有权利,正当合法。 海警法是一项例行的国内立法,不针对特定国家,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实践。 实际上,包括日本在内很多国家,早就制定实施了类似法律。 日方的谎言外交和双重标准可以修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